截至5月20日 全美50个州已经全部开始在不同程度上复工复产 重启经济与社会 不过报道还称 美国多个州政府在疫情数据上作假 已给重启计划争取支持 报道举例称 佐治亚州确诊病例4月26日达到高峰 5月3日下降 但5月7日再次迅速上升 但该州公共卫生部在5月11日左右发布的图表中 把5月7日的数据放在4月26日和5月3日之间 使图表中的确诊病例数看上去呈下降趋势 在遭到公众的质疑和嘲讽后 佐治亚州公共卫生部18号将图表进行了修改 佐治亚州州长共和党人布莱恩·肯普的发言人 也在社交网站上对公众表示了道歉 弗吉尼亚德克萨斯和弗蒙特州也用其他方式来混淆数据 其实疫情数据作假不只是各州的行为 美国联邦政府早有前科 此前有媒体爆出 白宫企图通过行政手段施压美国疾控中心修改统计方法 从而让数据变得不那么触目惊心 美国疾控中心统计工作的负责人鲍伯安德森对此强烈反对 他说疾控中心的统计数据真实可靠 感谢观看